广州队再次报价流传心 汉密尔顿面临着退役 新疆队受到了打击 虽然跟周期有望达成上海的交易方案 如今的北控挖人失败之后 要引进赵瑞虎明逊 接下来的西非各大球队 纷纷都有做出了引决方案 跟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三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 如今的广州队再次报价流传心 而且汉密尔顿面临着退役的考验了 谈到如今广州队的大中风 大家都知道 其实杜丰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争夺狼板球 而且具备一定内线能力的巨头 现在来看 如果说当然要引进外援的话 其实还并不靠谱 毕竟过去包括了辽宁队 以及浙江广萨等战队 除了外援非常优秀以外 本土的中风也是相当出色的 而现在广州队面临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来自一剑林 他的老龄化还有状态下滑的问题 毕竟阿联过去受过大伤 为了狼狼国家队争战 真的复出的太多了 现在的广州队渴望把刘传心给引入进来 而且在近期的刘传心虽然跟广州队 在谈判合同方面闹白了 也就是没有达成签约 但是随着杜丰跟刘传心 前往了CUBA的联赛观看比赛 双方谈得非常友好 那么如今来看 广州队再次考虑 给到了刘传心开出了报价 剩下来就等刘传心 会不会同意广州队的签约方案 因为广州队其实给到刘传心的价码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过去刘传心作为身高2.25的大中锋 他完全能够拿到一份B类的合同 说白了 能够得到一份价值在150万左右的年薪合同 而刘传心一旦加谋到广州队 将会为他的职业生涯开辟新的道路 毕竟广州队过去已经拿到了CPA最高冠军的战队 目前来看 冲击第12座冠军 如果得到刘传心 将会有更大的机会 对比之下 广州队的大中锋 其实所签约下来的 汉米尔顿 目前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因为汉米尔顿到了34岁的年龄 如果说他帮助广州队赢下冠军 一切都好说 但问题在于 汉米尔顿根本拿不到广州队的冠军荣誉 而且甚至帮助广州队就连四强都打不进去 因此 汉米尔顿下一步的考虑方案 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毕竟到了34岁的大汉 哪怕说过去在北京首冠队增长五年时间 但是他一直打不出来 遗憾的是目前的汉米尔顿 哪怕说他来到了广东队 但是过去的一个赛季 确实打得相当尴尬 真的拿不到胜利 现在来看汉米尔顿拿不到老板球 关键时刻的得分数据也没有那么高 只能够面临着被广东队逐步更换人选的决定了 即使作为对比之下 杜峰还是有新的方案的 也就是把学心张明词给培养起来 只不过最起码要三年时间 第二个方面 新疆队受到了重磅打击 而虽然跟周琪有望达成上海队的交易 因为在新赛季的新疆队 确实很可怕通过周琪的交易方案 得到更大的补充 然而让人可惜的是 现在的新疆队 无论怎么网留周琪 根本都把他留不在球队 而且周琪 他确实也是国内的第一中锋 作为最顶级的巨头 周琪如果说增仗不了CBA 就是难以去争夺冠军 这位对比之下 其实周琪 他更加渴望的是成为自由人 总的来说 也就是他自己选择喜欢的战队 自己去进行谈判 但很遗憾 新疆队最起码来说 在资金方面是非常雄厚的 而且在实力方面 也是具备一定地位的 并不会说 让周琪轻易的来 又轻易的选择离开 而且新疆队直到现在来看 拥有CBA周琪的优先续约的权利 说白了 新疆队已经完全恢复了交易球员 注册球员的权利了 所以说周琪他的去留问题 还是由新疆队来决定一半的权利 另一半的权利交到了周琪跟薛阳的手上 就了解 新疆队在过去 想要把周琪转会去到了上海队 而且还包括了北控等球队 都抛出了橄榄枝 其中北控战队更是开出了超高的价码 渴望把周琪给引渊信来 但很可惜 新疆队的这个方案就了解受到了周琪的拒绝 而且如今面临着再次打击 因为北控队在过去开出了接近一个亿的转化费 而且愿意交出周宇成 这一位曾经征战狼狼国家队的中锋 现在来看 六三宁还有张芳等选手 更是愿意作为交换的球码 两个因为周琪他的拒绝周琪不愿意去到北控战队 所以呢目前的新疆队跟北控答不成方案 对比之下 虽然经纪人外交上的周琪 其实更大的意愿呢是去到上海队 而反光起上海队这边的报价 其实拿到郭浩文外交上的代号 颜鹏飞等主力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对新疆队跟周琪来说 既然双方已经没有机会再一次联合到一起 那么既然双方已经一拍两上了 倒不如呢 新疆队让周琪直接选择离开 交易去到上海队 让双方达成共赢 周琪去到上海队跟王哲林 内线的两大巨头 将会具备更大竞争力 新赛季的夺冠机会 还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第三个方面 北控队挖到第一中锋的方案 失败之后 如今渴望引入到赵锐跟胡明轩 红眼的两大后卫 其实提到管路队呢 在过去的影员方案当中 一直都渴望得到更大的补充 然而现在呢 除了广东队要影员 辽宁队也要补强以外 来自北京北控队 这一家非常有实力的战队 也提出了合理的报价方案 最了解 北控队呢 其实啊 在整个教练组的管理层 整个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 都做出了大调整 尤其是随着明路里 正式接锁了北控队 同时呢 可以到了北控队 更大的新的规则调整之后 如今的北控队 最了解将要清除掉 五名闲人 简单来说 在北控队打不出来 而且呢 发挥不出很高水平的选手 要逐步被淘汰出去 因为呢 明路里他的指导风格 一直都比较严格 他一直都是不养闲人 对于一些发挥不出来 同时呢 在球队当中 没有拼命去战斗的选手 全部都要被淘汰出去 而现在呢 明路里呢 他其实最看好的两大后卫 分别是来自管路队的 胡明轩跟赵月 当然了 北京北控队也并不是说 空手就想要套白 也想要把胡明轩赵月 给挖过来的 去了解 北控队的这边呢 宁愿交出六三零 还有张房 另外 在搭档上的超过五千万的 总会被 渴望把赵月给挖过来 另外 北控队的这边对胡明轩的意向 也比较大的 然而可惜的是 北京北控队呢 过去给到了新疆队周期的报价方案 如今呢 看了受到了周期的拒绝 而且呢 新疆队达成这个方案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了 那么随着 北控队拿不到周期 现在呢 又想要去挖 来自广东队的胡明轩跟赵月 但是很可惜的是 赵月他的家族生意 都是在广东队来进行的 所以说呢 赵月他不可能离开他的父亲 因为他父亲 开展的餐厅放馆 全部都是以广东队为主了 另外呢 胡明轩他作为杜峰的好亲戚 也不会选择离开宏远 所以 北控队啊 想要挖到赵月胡明轩 更是不可能了 因为赵月胡明轩 下一家 也只能留在广东队 那么在新赛季 哪个球队整赌冠军的机会就大 说说您的想法 谢谢大家